大家晚上好,歡迎來到我們星期三晚Live Week 我們是香港團隊,我們有一個定時的Zoom Meeting 我們今晚的分享內容是身體的排毒 其實排毒對我們的身體是很重要的 因為當我們能夠將身體積存的毒素和代謝物 能夠成功排離我們的身體的話 我們身體的痛症、疲倦情況甚至我們的炎症都會減少 所以我們開始每一個都學習如何將身體輕鬆地去排毒 讓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是Suzanna,我現在就在澳洲悉尼道生活 剛剛去年移民了來澳洲 我自己香港的業務還是繼續的 我在Live Week是一個總裁級別 而我只是加入了Live Week三個半月 也是成為他們5月份、6月份、7月份全球最高Top Sponsor 今天也想跟大家說 看到有些新朋友加入 Live Week其實是甚麼呢? Live Week是一個科技研究的產品 它是透過光波頻率去激活我們自身的細胞 從而提升我們身體的治癒能力 我們的Live Week是有不同的切片的 而這個切片科技是一直這樣去研究 是希望用一個沒有藥性、沒有入侵性 也沒有任何氫粉劑、化學物質 而用一個自然的方法去提升我們身體不同的能力 而最新的產品就是X39 它是唯一一種能夠提升我們身體幹細胞的貼片 而我也要聲明一下 Live Week並不是任何藥物 也沒有氫粉劑或者任何化學成分 因此Live Week並非是一個醫療產品 也不能夠用診斷、治療、治癒或者預防任何疾病 它不是這個功能的 它是提升我們身體自己的細胞活動力的能力 從而提升我們治癒能力 Live Week這個貼片科技 是用一個光的生物調節去運作 而這個光的生物調節 是利用我們人體的體溫和氣場 來啟動這塊貼片 所以不需要用電 也不需要有什麼制要去開和 只要它黏在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體溫就會啟動它的氣場 釋出它的波頻 而它是有特定的光波頻率 是將我們的身體發出的紅外線光反射回去 從而激活我們的人體細胞 達到修復再生能力 提升我們的治癒能力 好了 接下來有條短片想播給大家看 明明明會發出的光波及我們 能力 新一體聯盧 平寒 光波、日光 灰 我們有的光波 出來的光波 每人都來發生的光波 全切альный weather originally started kang用光 贩元 casual実势和牙齿 ネ姻的機會來種光 人生營光光光 提供健康責 我們已經知道了長久 多數個影響是有很多的影響 LiveWave Phototherapy Patches 使光利用光利用的光利用體能 使用體能治療中 讓它們有所健康的健康 這裡有效的技術 這就是使用技術 首先,一個光利用光利用光利用皮疙瘍 當它們隔壁的光利用體 光利用光利用體負面 是在群體上返回到皮疙瘍 这使用脂肪,在此使用脂肪指向脂肪 脂肪刺激进入身体自然的流量的能量 和能力去治疗自己 这是我们的铁片运作的原理 它能够透过这块铁片 但是这块铁片里面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有纳米光波波频的信息 它就是一个nano technology的其中一个环节 它就将这个信息打入了这个胶片里面 只要它贴在我们的身体 就能够用我们的体温启动 将我们身体发出的红外线光 折射到我们的身体皮肤 制造特定的波长 而令到我们的细胞 能够顺利地去输送信息 同时亦都铁片配合不同我们身体上的穴位 达到最佳最理想的效果 而我们所有的铁片 都是能够持续使用12个小时的 我们Lineway的铁片做一个前后比较 如果我们未有使用铁片 我们看看这位女士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会有一个光波 我们有一个光阴子 会释放我们的一个光波波长 你看到她那个波长现在的状态 就是比较是偏黄 而她的情绪状况是红色的 你见不见到 这个位置就是说她的情绪指数比较紧张 而她的各项数值这里 见不见到 都是比较低的 而她的情绪紧张 就是我们看到她的红色的圈 还有能量也是比较低的 在这个位置去看 这个圈就是她自己的能量 这个红色就是她现在的情绪指数 比较紧张 好了 当我用了能量铁片 我们Lineway的第一个铁片 是Energy Enhancer 能量铁片 用了能量铁片之后 见不见到她的波长 立即不同了 见到这些频率高了 也见到她的波长是多了 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了 这些柱体 就是提升了 比刚才还没有用铁片之前提升了 而她的个人能量 也是提高了 见不见到她的圈子 由很小变成很阔呢 见不见到她的情绪 由红色很紧张 变到绿色比较平和 这个也是她的能量 总能力 也提升了 好了 当再加一个X39铁片给她的时候 那会是怎样呢 见到她的整个颜色 气场都不同了 就是比较偏蓝偏绿 其实蓝和绿是比较好的 而你见到她的气场柱 不同颜色 代表着不同身体的物质和频率 那你见到她是相对高了 再高了一点 而她能够提升了各方面的能力 和平衡到她自己的身体 因为她的身体机制可以平衡到 所以她每一个颜色就会相对平衡了 亦都能见到她的情绪是舒缓了 依然是绿色了 甚至乎令到她的平衡 我们是保持绿色和蓝色是最好的 那这里她已经是绿色了 那所以呢 我们用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学化的原理 去看看我们用铁片之前 和用铁片之后 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频率 有什么即时的变化 那这一个就是其中一个测试来的 那香港也有很多的分子学家 或者是物理学家 他们有这样的机器去测试的 那也有一些美容院 他们现在都是引入一个 叫做色光频率的治疗 而这些机器都是可以测试到的 好 那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重点的题目就是 什么是身体的毒素呢? 那你经常都听很多人说 排毒排毒 那其实是排什么毒呢? 那我们今天就是探讨一下了 那中医呢 对毒的定义呢 就很广泛 那凡身对身体有害的 都可以称为是毒的 那如火气大 發炎 过敏 中医常常都说那些 濕业失毒 你看到呢? 这些皮肤的问题 都是一些毒 另外 看不见到这个呢? 就是去拔圆灌 拔圆灌 看到一个乳黑色之余呢 就有很多的水气出来 那中医就会说这些是湿液 那和一些化学物质都是毒 而我们的现代医学呢 就是说了 令到身体老化 致癌的自由基 也是毒的一种 而这些所有的毒呢 其实是长期累积在我们的身体 将我们的身体呢 造成一个负担 而引致我们不同的疾病 那所以呢 排毒就是非常重要了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定时 将我们身体的毒素排走 将我们身体的代謝物 甚至乎一些死了的细胞 都可以排出体外的话呢 那我们呢 就会是更加健康了 那究竟那些毒 是怎样累积在我们的身体呢? 那我们呢 主要身体两个毒素呢 是有两大方向的 第一 就是外在环境的影响 包括了我们接触外界的污染物 空气 或者是水 那这些都会是影响我们的身体 就是空气阳光水 真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喝的水 是含源水或者是铁水的话呢 就会影响了我们的骨落 影响了我们的脑部神经系统 重金属 那如果我们长期吸入一些烟 二手烟 甚至乎是一个很污族的空气环境下 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的肺部组织 都会受到影响 整个器官 呼吸系统都会受影响的 另外呢 就是有带有化学物质的加工食物 什么叫做带有化学物质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所有罐头都是化学物质 因为它们里面会有高纳的成分去加工的 另外我们一些的纳尾 纳肠 一些的叶制食物 都是一些用化学加工物料去处理的 所以我们都要避免准食这么多 另外使用一些釋出化学物 或者金属的煮食工具 有没有想过你每一天煮饭的时候 你的沙煲两餐釋放不同的物质出来呢? 它们原来含有银、铁、涂层、涂瓷 还有液的成分 那这些成分呢 全部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影响我们尤其是小朋友 令到它们的重金属累積 有机会成为了自闭症 和ADHD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含有害杀虫物质的杀虫剂 和农药 所以我们去噴杀虫剂 或者去噴蟑螂水的时候 现在流行蟑螂屋 不流行到处噴杀虫剂 因为里面的揮发物 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另外一些农业产品 它们也是噴了很大量的杀虫剂 所以我们在洗菜的时候 我们是要浸菜的 让它表面的一些杀虫剂 或者是一些污染物 能够去排走 那坊间有很多释放农药的产品 大家都可以去选购 为了保障家人食用食物的安全 另外含有重金属的海鲜类食品 深海鱼这些都会含有特别多的重金属 尤其是它们可能会吃了一些 船、油污、油澳排出来的废物 所以我们的食物会受到污染问题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影响 另外吸入二手烟 也是一个原因 很多不同的杂质 或者毒物都会透过一个环境 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影响了我们的排毒系统 所以大家尽量避免 而且也要小心 不要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 另外第二个最影响我们的 其实这个就是饮食的习惯 那我们有以下四种饮食习惯 是最容易令到我们身体累积毒素的 环境我们不能避免 但是饮食我们真的可以选择 例如一个多肉小菜 常常吃猪扒、牛扒、鸡扒 很多肉 也比较少蔬菜 如果肴腸就会令到肴腸的減少 因为肴腸需要蔬菜的纤维素才能帮助它去減少 和排走毒素 如果你不够纤维素 不够物质的话 肴腸的減少就会慢 亦会变秘 同时当肴腸不够水分 去排走变的时候 它积聚在肴腸的时间越久 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吸收得越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喝多些水 吃多些菜 和含水分比较高的水分 另外 常常吃山冷东西 喝汽水 冰饮 或者冬饮 吃鱼山 这些冰冰的食物 其实是会降低我们的胃部的温度 当我们的胃部温度降低的时候 我们的胃酸就不够了 我们的胃酸不够的时候 就不能够分解这些食物 就变成了我们的消化功能也会下降 我们的脾胃营养也不足够了 因为我们长期冻住了我们的胃部 所以也会影响我们的排毒消化系统 大家注意 减少吃一些的生冷食物 另外 吃烟糞 烧烤的食物 虽然这些食物是很香口 但是这些食物在烹调的过程里面 是很高的酸辣的含量的 亦都令到我们是较为高吸入这个物质 而形成我们的癌症 所以尽量减少烧烤烟糰的食物 而我们喜欢吃一些香辣 高油炸的食物 亦都是我们的身体 毒素累積之源 尤其是很喜欢吃一些麻辣窝 有很多油污的物质 因为这些煮食的方式 全部在加热的过程里面 都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 吃烟糞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亦都会因为这样 而令到我们患癌的机会 高一点的 好了 那我们呢 毒素在不同的身体器官 累积的时候 会令到我们的器官有什么反应呢 那我今天都会逐个器官讲解 为什么呢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是这些知识 大家必须要了解 你才会知道 你自己或者你亲人朋友 身边的五日的问题 出发点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天去帮他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会简单这样去了解 那我们的肺部 如果当我们的毒素累積在我们的肺部的时候 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 和我们跟外界沟通的管道 因为我们吸入的空气 是需要透过我们的肺去排走的 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 都是吸入一些骯髒的物品 我们的肺就很容易累積了 排不出来 而且有时候我们吸了一阵烟 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会咳嗽 我们会有一种 吐出一些气 其实这个过程 是我们的肺 是帮我们排走一些不好的物质的一个反应 但是当我们长时间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肺部就不能够迅速地去帮你 将所有有害的物质去隔出去 那严重的呢 就是会致癌的了 而我们在公园 和去一些森林草地散步的时候 我们能够避免了一些二手烟的侵害 而且我们多去曬太阳 也都会让我们的身体功能 肺功能都会好些 那也都我们吸入多些 尤其是早上 可以去公园散步的时候 然后呢 花草树木释出来 那个气会让我们的肺 是更加健康的 而这个累积在肺部的污物 会令到我们的皮肤 是呈现暗淡 没有光泽的 另外呢 会常常都有便秘的情况出现 比较常有情绪化的状况 容易多受善感 和感觉悲伤 因为我们的肺功能不好 我们其实那颗氧气吸得不够 那我们呢 就会让我们的 荷尔蒙受到影响 所以有情绪 和有皮肤上的问题出现 那如果当我们的 污物 这些毒素 累积在我们的肝脏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造成 我们的毒素 在血液的循环里面 令到我们的皮肤状况 就更加差了 那也都呢 皮肤是会很粗糙 很暗淡 生瘡 生口 而我们肝脏排毒的时间 是晚上11点至凌晨3点 所以这个时间 最重要就是要有熟睡 不只是睡了 是需要有熟睡的情况下 肝功能才能够顺利排毒 而肝不好的时候 在哪里可以表现出来呢? 就是看你的指甲 你的指甲 你的指甲 有没有起凹凸 还有有一些零线 一条条线 这个也是代表你的肝脏功能 不好的 另外有没有指甲 向下陷的情况出现 另外 乳腺增生的关系 是会导致月经周期之前 有明显的症痛感的 那我以前也有乳腺增生的问题 现在改善中 那其实真的会让到呢 我们的腋下和整个身体的感觉 是脏脏的 很辛苦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不太舒服的感觉 那另外 情绪 常常容易感觉到抑郁 就是屈满的感觉 那另外 偏头痛 原来都是反映着我们的肝功能 不好的 那 驚痛 驚痛都是 每个月都驚痛的话 我们的肝功能 排毒系统 亦都是出现问题 那这个是会在月经周期上 去反映出来 而两边面呢 是会常常都生暗瘡 当我们有不同的病毒 累积了在皮状和肝状的时候 就会容易出暗瘡了 那面部出现色斑 通常呢 女性的面上有斑点 都是代表着消化系统 变差的状况 那也都可能是我们 有很多的白带 甚至白带里面是有味道的 有一些腥臭味的 那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另外 脂肪如果累积在肝状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的皮状 消化功能弱了 所以 导致毒素 不能够排出体外 而累积了 那也都容易 会有口臭的情况 的出现 那也就是 嘴唇周围 容易生暗瘡 或者是有溃烂嘴 那些情况 那大家都要注意 可能是你的肝出现问题的症状 那如果当我们的毒素 累积在肾状的时候 那肾状本身是 帮我们的排泄 我们身体的肺物 而且是将多余的水分 便解质 尿素 药 这些药物的成分 去代謝分解 透过尿液 去排出我们的身体 但是当我们的肾状 长期这样 去累积一毒素 就会降低我们的排泄量 和次数 而这些物质 一些废物 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每一天 喝足够的水 令到我们的排尿量 增加我们的毒素 才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 那我有提及过 大家每一天 最少要喝三公升水 一起床就喝500cc 然后每一个小时都喝一杯水 喝到睡觉前两个小时不要喝 你其实已经够三公升的了 那很多人都会用 就是喝一些糖分 或者是喝料 就是茶、咖啡 那以为喝足够就可以 但其实呢 他们是不能够代替白开水 就是净水 尽量避免喝那么多咖啡 和含糖的饮料 因为你其实是造成你的肝脏 和肾脏的负担 那如果肾脏开始出现问题 有些情况会出现 包括你的月经的经量会减少 经期变短 血的颜色偏暗 另外身体容易有水肿的情况出现 面部 下盒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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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盒 另外经常会觉得很累 很想睡觉 四肢无力的感觉 这也是肾功能差的情况 另外如果我们的毒素 累积在我们的心脏的时候 我们呢 其他的器官功能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器官功能 当我们的毒素聚集了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我们的供氧量 供氧气的成分 就会被削弱了 也都令到我们的身体 很难去移除这些代謝物 所以变成了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重要 它就像我们的齿轮 一样 令到我们整个身体 不同的器官去运作 是要透过它奔血 令到我们身体的代謝物可以离开 当我们的心脏出现毒素 无法排出的时候 就会引起很多症状 包括了我们有失眠 心脏 由于心火性引起 也都由于我们的心脏 有火毒的时候 抬不走的毒素 我们的舌头 就会出现溃烂 所以有些朋友 经常说 三菲芝 利滥 或者咀嚼 有些朋友会 有些朋友会 你们要留意一下 可能真的 你们的心脏 有多了的毒素 也都会压头 会判断暗瘡 面上判断暗瘡 也在身体悉传毒素的时候 长期排不走 都会通过其他地方排毒 就是包括我们的皮肤 我们之前都有提及过 而这些暗瘡判断的地方 其实都是象征 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毒素 排不走 才在面、額头、手指、脚指 呈现出来 而我们的睡眠 可能睡得不好 没有深层的睡眠 容易失眠 都是在显示 我们心脏的排毒 可能出现问题 另外 有没有朋友 是有心口痛 刺痛的感觉 胸闷的 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 有石头 压住在你的心口 可能是你的心血管 有瘀石所 而引致出来 所以心脏 也有机会有瘀血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流动得比较慢 也会製造一些瘀血 在心的位置 胸闷的情况 就会出现 嚴重的 是会有刺痛的感觉 而我们的舌头的溃烂 也是因为我们缺乏维他命B 维他命C 会引致我们的舌头溃烂 而心脏的毒素 也会引起舌头溃烂 所以当我们的舌头出现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的心脏 有果、有毒素、息息相关的 接着就是累积在皮肤 皮肤就是我们身体 最大面积的排毒系统 当我们身体的器官排不到毒 就全部走到我们的皮肤 你会看到这些皮肤 有不同的皮肤的炎症 甚至乎一些的疹疹 一些的濕疹 一些的红斑狼瘡 甚至乎是跟一些免疫系统有问题的 都会在皮肤表现出来的 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皮肤里面的汗线 其实本身是帮我们排汗 就是排毒的过程 汗水是由我们的盐分、尿酸、尿毒等 废物所组成 所以皮肤也是解毒系统的一个部分 但当我们每天是要固定有少少的运动量 令到我们流汗 流汗其实是好的 可以将我们的毒素排走 而我们保持我们的皮肤清洁 也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皮肤的毛孔闭塞的时候 有些毒素就排不到出来 就会变成一些油脂在这里塞住了 所以我们定时都要好好保养我们的皮肤 要做足清洁 而当我们皮肤累积了毒素 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就是皮肤发炎 敏感脱皮 另外就是各项皮肤的炎症和疾病 就会相继出现了 那么我们身体有什么器官 帮忙排走这些毒素呢? 就是我们有五大器官的 就是包括我们肝脏、肾脏、肺脏、肺脏和皮肤 这些都是帮我们排毒的 肝脏是帮我们把我们身体的细胞 去用作分解 我们分解的胆汁出来 将我们一些的致癌物质和有毒的物质 去降低我们的肝 而我们的肾脏是将我们血液里面有害的物质 透过小便排出来 那么我们的肺是有巨细细胞 可以透过深度呼吸 甚至吸受来清除吸入的毒素 长度就是帮我们维持免疫系统 排出身体的毒素 皮肤是可以排汗 而这些物质是令到我们 这几个器官是帮我们把身体的毒素排走 但当它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的毒素排不走 也会令到身体出现不同的状况 而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到的时候 就像这个女士那样 头脑又不清晰 或者皮肤有验症 又会失眠 不能够解释的胸口疑痛 便秘性欲低 也有过敏的情况 口臭、体臭 也会失去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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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累 刚才我们说了 而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是判断我们自己身体 是否需要排毒 当你口肯里面有一些的黏疫 或者是你的舌头出现白带的时候 白白青白苔 即是很厚的 腻胎的时候 其实你是需要排毒 因为已经累积了 另外我们去小便的时候 发现尿液不是清的 是黄黄、续续 甚至乎呆白的 都是代表你身体有毒素 另外也是便秘的情况 另外也是有经常性的胃痛 会吐一些酸水出来 皮肤出疹 出痘 有牙周病 经常放屁 还有有强烈的口臭和体臭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你的皮肤 失去毒素 以及一些死了的细胞 不能够排出身体的情况 就算你吃得很清淡 没有太油膩 为什么都是 蛤出来的大便 觉得很脆的呢? 这个也是跟你喝不够水 会有关系的 那我们呢 怎样去令到我们的皮器官 能够排毒呢? 那养肝 就是要有足够的睡眠 喝多些水 吃多些蛋白质 养肾 就要喝水 喝水 再喝水 那另外 怎样令到我们的腸脏健康呢? 就是多吃点五谷 多喝水 养育定时排便的习惯 那我都知道有些朋友 就是很紧张 所以他们有时候 有些厕所是去不了的 那无论如何 你都要在你上班前 或者下班之后 养育定时排便的习惯 你的腸才会健康 毒素才不会累积的 那我们的肺部 因为有巨细的肺 细胞可以帮我们 吞噬空气的污染物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真的要戴多些口罩 还有我们呼吸的时候 我们要大力一点 深呼吸 让我们那一口的氧气 能够吸得多些 吸得深些 然后才将我们的 呼出的气 就排走 那所以当我们的每一口 呼吸能够多些氧气的时候 我们的肺功能 就会健康一些 另外皮肤 少用一些化学物质 或者刺激性的物品 或者少一些化妆 那也都会令到我们的皮肤 是会好一些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我们要吃多些白肉 吃少些红肉 少少油少糖的煮食方式 喝水一定要有三公升 那就减少一些 很多的煎炸 都改用清 煮 蒸 煮 炒的方式 去煮食 另外 买回来的蔬菜 一定要洗干净 用一些优质的 不受的煮食工具 减少一些的释放 还有呢 也都不要用那么多 膠的产品 膠 易结架 那些光波炉 那些 很多这些牢具 其实是很多化学物质 都会释放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月刊 看回一些资料 另外每日定时的运动 也都能够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 减少食药 减少食保健品 减少食烟 和喝酒 因为这些物质全部都是很伤 我们的肝 要我们的肝去分解 才能够吸收 所以就算你吃保健品 都不能够过量的 另外要保持我们的心境开朗 令到我们可以开心些 也都减少我们的抑郁情绪 那好了 究竟有什么铁片能够帮助我们排毒呢? 今天这个才是重点题目了 那我们有几个铁片 是大家要必须了解 是对我们的排毒是非常之有用的 第一个铁片就是骨干钢钢铁片 它有五个点去使用的 而我们其实骨干钢钢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 能够24小时内增加我们自己身体的骨干钢钢 这个物质300% 另外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 排走我们的身体的毒素 也都能够是美容美白 还有能够排清我们肝脏的毒素 排走我们身体的重金属 也都能够减少传染病体的入侵 有益我们一些非酒精的脂肪肝 另外也都能够改善我们整体的健康 那最初使用的时候 是一星期两片 你试一试自己的反应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有些朋友是很大的反应 可能他用一片 他已经飙了一些暗瘡 所以我最初一星期 我建议你先试了两片 如果你接受到它的频率 下一个星期你可以使用多些 其实他是可以每天使用的 但由于每一个人身体的频率不同 我就会建议一开始的时候 用两片看一看自己的反应 看一看有些的 因为我们会有修复反应 将你身体毒素排走的过程 可能你是出了所有错 或者你的濕疹更加静化出来 那我们都希望你有些心理准备 但钢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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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的 你们也可以去Google搜索一下 钢钢钢钢钢器这个物质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能够不仅使这十项功能 它也能够让我们 우리整个细胞 我們的活躍 亦都能夠令到我們的肌寧 年輕 那你見到中間這個貼在喉嚨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排毒的貼片 就是排毒的位置 主要就是貼在喉嚨這個位置 那其他還有 你總共有五個地方可以選擇 如果你是一星期想用五天的話 那你就是每一天 就用一個位置輪著去貼 然後第二個貼片就是伊朗的貼片 伊朗的貼片除了能夠減少發言程度 降低我們C蛋白的反應之外 亦都能夠減低我們的壓力 舒緩我們的精神疲勞 十分鐘之內 能夠令到我們的自主神經系統平衡 亦都能夠增加我們的體力 抗老化 平衡我們的脫輕表紅銅 這個DHEA的水平 能夠令到我們更加長瘦 亦都能夠重組我們的DNA 只要有緩解壓力 我們身體其他問題才能夠解決 所以我們這個伊朗貼片是很需要的 如果身體的炎症發炎的情況 我們盡量貼在大瘸穴這個位置 因為大瘸穴能夠啟動我們全身的經絡 所以我們貼在大瘸穴 然後喝大量的水喝一兩杯 你就會發現全身無論你手手腳腳的痛性 都可以減輕 當然你亦都可以選擇其他五個位置 你可以隨便貼這五個位置 亦都有朋友說 我可不可以直接貼在我覺得痛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 因為我們這五個位置 他做了研究 是最多人有反應的 那如果你覺得 你可能那個位置發炎 我直接貼在發炎的位置 可以嗎 只要那個是一個完整的皮膚 沒有傷口 你就可以貼在上面 好,接下來這個貼片 就是基態貼片 基態貼片 它能夠增加我們的體力 和耐力 可以提升的 另外 可以改善我們心律不正的問題 提供肌肉的力量 和柔軟程度 另外 它能夠增加我們的細胞 150%的能力 我們細胞和細胞之間的溝通 它都是能夠增加的 另外 就是改善我們的消化問題 可以改善我們的元組織退化問題 亦都能夠有抗氧化 抗衰老的作用 針對我們的心臟問題 預防我們神經 腦部的退化問題 亦都可以防止壓制海蜜症 即是這個老人癡癌症 同時能夠收復衰老的細胞 轉向年輕的能力 亦都幫我們排走腦部的重金屬 令到我們可以改善我們的白內障 自閉症和心臟病 而這個貼片同樣有五個位置可以貼 如果關於心臟的問題 我們便會建議貼在這個胸口 就是這個彈中月這個位置 一般你可以在晚上可以貼在大椎 或者手手腳腳這幾個地方 都可以選擇去貼 亦都是 研究顯示 這五個地方是最多人有反應的 所以便建議這樣去貼 而我們的活粒貼片 活粒貼片是一個美容貼片 其實男女都可以用的 他建議晚上去貼 因為晚上身體排毒 活粒貼片能夠令到我們的皮膚 可以提升抗氧化 增加我們的膠原蛋白 令我們的皮膚由內至外都更加健康 所以活粒貼片是晚上貼的 而我們亦都有活粒的套裝 就是有日霜和晚霜 大那支高那支其實是一個晚霜 小那支才是日霜 兩支都是含有98.6%的天然成份 是由天然的海藻去造 亦都是有蛋白胎 是的 亦都有印度之樹 摩尼根的物質 提取一個種子油 對我們的皮膚抗氧化劑 比一般的護膚產品 多50倍的維他命C 另外 亦都能夠改善我們的皮膚狀態 亦都因為含有豐富的抗氧化 和抗菌的成份而很有名 這套產品在日本是賣斷市的 所以我們亦都很好地使用它 至於X39 X39就是唯一一隻能夠激活我們鋼細胞 當然它有很多的好處 而X39再重新提大家一次 我們建議兩個使用位置是最多人有效果 但是X39是可以貼在身體任何一個位置 甚至乎你哪個位置痛 你哪個位置是剛剛開完刀 剛剛有個縫的口 你在一個完整皮膚上面貼上去 不要直接貼在剛剛亂了針的位置 貼在旁邊就可以了 它不單止能夠提升我們的精力耐力 亦都能夠自然地減輕我們身體的腫痛 提高我們的睡眠質素 緩解我們的情緒壓力 改善免疫系統 減少驗症 平衡我們的細胞機制 提升皮膚的量力 改善色斑皺紋 改善氣息 令到我們感覺更加年輕和強壯 亦都可以提高我們的運動表現 加快復原速度 增加細胞的溝通 和改善我們的脫髮問題 至於排毒方面 就是五六七這個項目 就幫助我們的身體的排毒 而我們今天 我都會教大家十個基本排毒法 大家可以掌握畫面 第一個基本排毒 我們是用骨幹甘泰貼片和X39 首先骨幹甘泰貼在喉嚨 脫掉那個位置 接著那個X39 就貼在我們的大椎月 或者單田都可以的 而這個是一個一般的基本排毒 人人都可以做的 不用說一定有什麼病才去排毒 是不用的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到的 就是這麼簡單 一張一個X39貼片和一個骨幹甘泰貼 而是早上用的 早上起床的時候 抹乾淨你的皮膚 讓它乾爽了 你就貼上去 那就持續用12個小時 而當你們用骨幹甘泰貼片的時候 是要留意喝水 是靜水下 不包括其他飲品 如果你喝了咖啡 你都要喝夠3公升的水 而初一個星期 我建議自己是用兩片 因為骨幹甘泰對某一些人 是特別大反應的 所以當你自己的身體適應了 你才好下一個星期用5至7天 而我們使用了一至兩星期 就要休息了 就要觀察一下 那你觀察了自己的身體狀況沒有問題 你可以休息一兩個星期之後再開始 但是不用每一個月一定要去做兩三個星期 不用的 其實當你排清了身體的毒 身體沒有那麼多毒素累積的時候 你一個月貼幾天都可以的 所以變成每一個人身體狀況不同 所以自己觀察自己的身體狀況 怎樣覺得是有分別呢 第一,你貼之前和貼之後的反應 包括你喝了水 你去排你的大便和小便的時候 你留意下小便是甚麼顏色 留意下你的大便 硬還是軟 我試過貼完骨幹甘泰之後 我那一天是去了三次廁所 大便不是肚窩 是真的大便 是不斷窩出來 但是窩也還有 我那天才跟我老公說 嘩,好像窩了一盆東西出來 想不到我們腸是有那麼多東西 沒錯,所以你們是要留意自己 如果你是不肚痛的 但是你會不斷排出來 所以當你一個星期貼兩天 你已經足夠的時候 那你就不用貼五天了 所以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同 留意自己的情況 不要跟任何人去比較一下 身體每一個都不同 頻率對每一個人都不同 所以我們第一次去使用骨幹甘泰 一個星期用兩天 隔兩天用一次或者隔三天用一次都沒有問題 你去看一看,研究一下自己的皮膚 排便和尿液 尿液會不會很黃 為什麼窩出來的尿液會不會很黃 也有些人是窩螢光綠 原來窩螢光綠或者偏綠 就是身體有很多的化合物質 包括你吃了很多的保健品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些人窩出來的尿液是黑色的 黑色的尿液很深色的就是一些重金屬 也是一些廢物代謝物 所以你們留意一下自己的尿液和大便 去分辨自己究竟年兩天好 三天好還是五天好 就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個發炎的排毒方法 什麼叫做發炎的排毒方法 就是已經發炎 就是說你的皮膚有一些濕疹的情況 就是有發炎 例如很多暗瘡 很多頭油 油脂 那些都是發炎的 當有發炎的情況 你就多加一片 就是EON貼片 同樣地你的骨肝金牌貼在喉嚨位置 這個歪了一點點 應該剛才搬那張照片 所以動了 那貼在喉嚨凹了這個位置 排毒的位置 然後那個X39貼在丹田 甚至X39是可以貼在你受傷或者爛的皮膚隔離 在完整的皮膚上面 記住是要裂完整的皮膚 否則你撕出來的時候 始終它是一個膠 那個位置沒有呼吸就會損 那如果 而呢 EON貼片 當你有發炎的時候 大追月就要讓給EON貼了 要讓開的 要讓老的 所以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貼X39和高光金牌持續12個小時 EON你可以選擇日頭一起貼 或者晚上貼 但是如果已經發炎的情況 我會建議日頭一起貼EON 因為呢 EON可以幫你消炎 而高光金牌幫你推走毒素出來 推走鹽症出來的時候 可能你爆得厲害的 那所以 和EON一起用呢 是會讓你的炎症 沒有爆得那麼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脹 沒有那麼滾 有些時候 皮膚會很紅 很脹 很滾的情況出現的 而呢 這個貼片一樣 記得最少喝3公升水 3公升是最糞便的 而每個星期 都是 頭一個星期 高光金牌只是可以用兩片的 自己身體 體驗了自己身體的情況 才可以加高光金牌 另外 用了一個星期 要休息 觀察一下自己 正如你排了毒 你留意一下你的斑 暗瘡 有沒有借到 你發炎的情況 有沒有收口 有沒有收水 有沒有肝 如果這些情況有改善的話 即是幫到你 如果還沒好完 你再用多一個星期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星期 已經好了 你接著只需要用X39 那兩塊貼片都可以省下 這個就是發炎的情況 排毒的方法 那就是可以用兩個星期 用兩個星期 最少休息一個星期 才再第二個循環 那麼X39和一樣 是可以日日貼的 那高光金牌當然都可以 不過我們是要給身體休息 有些朋友就說 我捨得用的 我就天天貼著 但其實我們身體需要休息 那麼我們不需要 365天都貼著他們的 不需要的 那好了 跟著呢 我們呢 第三 3A 就是皮膚的排毒 皮膚的排毒 就是剛才說 就是有少少發炎的情況 那說的那些 是不是很嚴重 那些頭油性 那這個皮膚的排毒 就相對比較嚴重一點 那你想加快它的排毒 你可以用什麼呢 谷光金牌貼片 加Ee 就是能量貼片 和X39 夜晚就再加Carnosum 這個貼片就是給一些 皮膚開始已經是有些病情 或者是已經是累積一段時間的 那你可以試一下這個貼法 就是Eon貼片 同樣地貼在喉嚨粒這個位置 而Energy Enhancer 記住了 Energy Enhancer 白色那一片 是貼在右手邊 咖啡色那一片 是貼在左手邊 不可以搞錯的 因為它是一個靜固極 幫你推動整個身體的血氣流量 令到你那個新陳代謝也都加快 所以你的皮膚排毒的速度是會快了 而X39就貼在頸椎大椎穴 或者單田穴都可以 或者任何一個位置 而早上起床貼X39 谷光甘泰和能量貼 持續12個小時 而每天喝3公升水 不包括其他飲品 而首一個星期 都是谷光甘泰試了兩貼 然後一個星期 第二星期才開始貼5至7天 視乎自己身體狀況 而能量貼片 是可以轉不同的位置 例如你這個能量貼片 都是有五個位置可以參考的 所以你可以由前面 如果你的炎症 你的皮膚問題是在前面 你可以貼在前面 如果是在背部 你貼在背部 或者你每一天都轉位 令到你整個身體的頻率 可以去反射 你自己感受一下 哪個位置貼上去的時候 你覺得最快要向前面 這個你要自己感受的 而我們也可以在敏感的位置 即是有紅有腫的位置附近 去貼去 因為在那個位置 加速你的流量 那個血氣流量 也會令到你的代謝快了 而晚上就加基態 晚上就放在胸口中間的位置 就幫你排走重金屬 那也是晚上貼 就貼12個小時 我們就會建議貼個 例如我日常用了X39 貼在頸椎 我晚上就不會用其他貼片 同時貼在那個位置 我們要給那個位置去休息 所以你那個皮膚裡面 我貼了這顆東西在這個位置 我晚上不要貼同一顆東西在那個位置 令到那個皮膚不能呼吸 會容易皮膚敏感 好了 接著我們3B 就是皮膚的排毒 就是貼背部 例如你整個背部都生瘡 或者很多粒粒 或者是很多黑頭 甚至是封了的油脂 你可以把貼片 Energy Enhancer 放在背部貼上貼 同樣地記住 右邊是白色 左邊是啡色 北邊的定律 晚上也是貼卡路神的貼片 在你的胸口中間 好了 我們這個貼片就是這樣貼 看到嗎 好了 而這個其實跟剛才一樣 不過 如果你的問題在前面多些 你就貼前面 在後面多些 你就貼後面 把Energy Enhancer 或者你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Energy Enhancer 有幾個主要的位置 手手腳腳都貼得 如果你的皮膚敏感 或者發炎情況 是在手上 那你就右手貼白色貼 左手貼啡色貼 手手腳腳都貼得 把Energy Enhancer 放在不同的位置 好了 接著 然後 當我們如果有皮膚痕癢 或者過敏的情況 那我們怎樣貼呢 皮膚痕癢和過敏 用谷光金貼 用I-Sway貼片 還有 用X-39 皮膚痕癢和過敏 不是每天痕癢 亦都不是每天過敏的 可能突然間 今天 無端端起風難 一定沒有接觸了 敏感的源頭 令到你的皮膚起風難 所以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I-Sway貼片 去幫助你 將那個正負極 它本身是愛浸痛的 消炎 所以它是 鎮痛的原理 它就是正負極 令到你身體的毒素 可以盡快排走 那我們這個貼片的方法 就是貼在 Gutenfion 是貼在你這個位置 看不見到這個位置 那就是角落頭 然後 另外 I-Sway貼片 記住一樣 右手邊是白色 左手邊是啡色 這樣去貼 然後 X-39 貼在大椎 的頸後面 這個貼法也是 那 谷光甘泰貼的位置 是可以在你的痕的位置 谷光甘泰這個位置 不一定貼在這裡 你直接貼在你很痕 或者敏感 那個位置 附近 不要直接貼在有紅腫的皮膚上面 貼在完整皮膚附近 OK 而我們的冰波貼片 都是 右手邊就是白色 左手邊是啡色 可以住不同的位置 在敏感的位置 最近的位置 貼在上面 就可以了 不用擔心 其實你貼在附近 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是用這個頻率 光波頻率 大家剛才看了那幅圖 不是說我要貼到剛剛好才有效果 其實不是的 不過你貼在附近 你都會有一個好處在這裡 另外 記得我們一定是喝三公升水 另外我們貼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就 或者如果你皮膚痕癢 不用持續貼 你貼一兩天已經看到效果 不過敏 沒有痕 沒有起這個風 已經可以不用再用了 那就只用X39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來就是 改善這個皮膚粗造 就像沙紙一樣的皮膚 那我們用什麼呢 用谷光金鈦 用X39 還有用活麗貼片 就是靚靚貼片 好了 早上起床就用X39 放在大椎月 或者丹田月 看不看得到 那粒谷光金鈦 是貼在一隻腳上面 是貼在右腳 那個大腿 這個位置 大約可以了 大家不用找一把鋼鐵 大約就是一個開邊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就是能夠 push up 我們整個身體 在那個皮膚上面的排毒 而晚上我們就把活麗貼片 都是貼在大椎月 或者丹田月 剛才我說的原則 如果我那天將日頭 將X39貼在大椎 我晚上就會把活麗貼在丹田 就不要再貼在大椎了 那我們給那個地方的皮膚要休息的 OK 那這個也是 你粗糙的皮膚 你這樣貼 貼一兩個星期 你研究一下自己的效果有沒有改善 接著就是手指痛 手指痛 這些通常是什麼呢 身體的毒素 不能夠透過你的肝臟去排走 也都是有毒素 累積了在心臟 那心就會把它彈走 彈去哪裡呢 就是最距離 它最遠的地方 就是手指和腳趾 那所以你會開始出現 手指關節開始痛的問題 那你接著呢 你可以怎樣做呢 就用X39 加Iceway 再加卡路神 那怎樣用呢 就是X39 貼在這個頸椎位置 或者丹田 那好了 你的Iceway 啡色那個 貼在同的位置 啡色那一塊 貼在同的位置 接著 白色那一塊 就貼在這個同一隻手上面 見不見到 都是一樣的 你大約距離就可以了 比例 不用一定貼到剛剛好 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你也貼大約距離位置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做頻率反射一下 好了 然後卡路神是怎樣用呢 卡路神不是晚上用了 是將卡路神貼在這個 啡色上面 重疊它一起貼 大家掌握好這幅圖 手指痛 腳指痛 腳指痛 都是這樣 比例就是 當你的痛在腳趾上面 你就擺在小腿上 明白嗎 這樣是不是會簡單些去理解 而你的X39 就可以貼在頸椎或者丹田 Iceway就是這樣貼 一顆就是啡色貼在痛的位置 然後呢 白色就貼在跟它距離高一點點的手 手臂的位置 卡路神就貼在啡色的那粒貼上面 重疊它 好 跟著呢 這個就是面部的排毒 頭和面的排毒 那為什麼頭和面都會有排毒呢 就是很多瘡瘡 有非蚊症 眼睛有問題 這些全部都關於面部的事 那麽面部 眼部 眼部出不到淚水 都會是淚積了一些毒素 在眼球上 甚至乎你會 發現貼了這個貼片之後 你會排了一些眼 眼裡面排了一些黃色的分泌物出來 是好事來的 因為幫你打通你的淚線 一直你的淚線是可能失了一些東西 那你用了之後呢 它可能排走了你眼 還有周圍一些淚線的阻塞物質 那好啦 X39貼在哪裏呢 X39是貼在眉芯那裏的 那當然有朋友就說 那麼肉酸出不到街 那你先回家吧 不用出街那天才做 而呢 如果現在其實戴了口罩 都遮了三分二的臉 都不差再加多粒貼 我覺得 那你都可以用的 而呢 那個骨幹金泰貼在哪裏呢 就是貼在 右手邊的臉這個位置 口罩遮住了 那跟著另外呢 就是EON 就是貼在你的頸椎那裏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面部排毒 那這個面部和頭部的排毒 那這個面部和頭部的排毒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對一些的視神經受損 耳鳴的朋友 和這些的頭部頭痛頭疾的問題 就是有些毒素織座在那裏 可能一直都排不到暗瘡 口瘡的問題的朋友 都是有幫助的 那你可以將那個骨幹金泰 貼在 如果我們有口瘡或者唇爆 唇裂那些呢 你可以貼在你的嘴唇角旁邊 好了 就是這樣了 那EON就貼 這個貼法呢 貼三至五天已經有效的了 不用 要循環幾多次 不用的了 你貼三幾天呢 你那些嘴角 傷口好回來 那你那個眼 流了一些的物質出來 眼水流了出來 那你其實排了毒素之後 就不用再貼了 所以都是幾天 好了 跟著 如果有水腫的問題的朋友 就用什麼貼片呢 就用這幾種 就是 都是谷公根泰 X39 那水腫的貼法是貼 兩顆的 那貼在哪裏呢 就是貼在肩膊 這個位置 就是都是右邊的 看不見到嗎 右邊的肩膊 還有右手 貼兩顆的 這個 你是要貼兩顆的 那那個X39 貼在大椎 谷公根泰 就是貼在一個在左胸 一個就是 一個在右胸 對不起 是右啊 右邊 另外一個呢 就是貼在右手背 開一點的位置 都是同樣地了 我們那顆貼片其實很大顆 已經蓋上兩三個月位的了 所以你 你儘管貼下去就可以了 大家不用擔心 好 那這個呢 去水腫也是啦 貼兩天已經可以了 不用說連續貼很多日的了 你就會看到 你自己那個 水腫的位置會不會有改善 你整身的水腫呢 都可以貼這兩個位置的 或者你可以將 其中一顆 菇春花羊呢 放在剛才大腿那個位置 大腿近這個的盆骨位置 那個位置都可以的 是的 那所以呢 你們都可以這樣試一下 那還有 水腫最重要的是什麼 喝水 因為不夠水 才讓身體幫你累積了些水在這裡 還有不要吃那麼多咸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 含化學物質 還有納質的食物 包括了一些業際食物 那都會令到你有水腫的 所以喝多點水 你身體才不會儲起水 令到你皮膚水腫 好了 跟著 剛才那幾樣 都可能試過 那些就輕輕一點 那這個叫做全身排毒法 那為什麼要啟動一個全身排毒法呢 全身排毒法呢 不用每個月做的 它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貼片 將你很短時間身體去排毒 適合些什麼人用呢 適合你覺得自己有一些的重病 肝臟已經有問題 心臟已經有問題 或者腎臟都已經有問題 你想加快速度 那這個叫做全身排毒 那而呢 我們一般健康的朋友呢 未必需要用到這個這麼多的貼片 我要重申 一般健康的朋友呢 兩三片搞定的了 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的 但是這個是給一些特別多病症的朋友 還有已經是可能有糖尿了 可能有三高 已經有心臟病出現問題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去抵押它 那好了 這個五天排毒的貼片是怎樣用呢 就是能量貼片 記住能量貼片一對 是輪著五個位每日貼一邊 右手邊是白色 左手邊是啡色 輪著每個位貼一下 空口 跟著手 跟著膝蓋 跟著三音膠 跟著就是手背 OK 輪著這樣貼 好 跟著 還要貼SP6 SP6都是輪著貼五天 這三個位 這三個位 跟著就再重複 第四、第五天 記住是輪著貼 這兩個要輪著 跟著 日頭 就貼這個 EON 在大追月那裏 日頭貼這個 X39 不好意思 晚上就貼EON 好 跟著呢 基態貼片是晚上貼的 貼深厚這個位置 谷剛金態貼片呢 就是貼五天的 在那個單填位置 那EON 跟X39大追月呢 我會建議大家 前後 不要蓋同一個位 前後都可以的 就是你退下一點 退下一格 讓它不要 之前貼那個位 又再貼 那你貼足五天 那個皮膚爛的 不行的 那所以呢 大家記住了 不要重疊貼它24個小時 12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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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休息 然後就再貼其他貼片 那這個呢 用了一個循環之後呢 五天的排毒法 那你最多可以連續 用四個星期 如果你身體真的很多毒 需要排 那但是我覺得 一般你用了一個星期 應該你的身體 你的糞便 你的療液 你已經看到你的毒素 開始排出來 還有你已經有的瘡 或者是身體有的炎症 應該開始消減的了 那你連續用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觀察了自己的結果 然後再決定 要不要再用下去了 那而呢 有一些嚴重疾病的朋友 我是會建議他用一個星期 用完這個星期之後 你就可以下去下一個環節 就是這個了 有痛風 牛皮腺關節炎 濾風濕關節炎的朋友 就先用了九仙 用一個星期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貼 那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先把最毒的東西 排了出來 用一個兩個星期 甚至乎你覺得 你貼四個星期 你覺得舒服的 OK的 你還有髒東西 要想排的 那你就用到一個月 那接著就用這個 痛風牛皮腺關節炎的貼法 就是用Guten Fire 看不見到這兩粒貼 一隻手一隻腳 然後另外 X39和EON 就是這三個貼片 都是回頭去這三個基本步 然後呢 早上我們起床的池油貼 是X39大追或者單貼 那肝甘泰就是兩片一手一腳去貼 持續12個小時 都是一樣 每天喝三公升水 然後觀察自己 那個皮膚那個狀態 關節痛那個問題 痛風那個問題 有沒有貼完一轉 全身排毒 再加這個貼片之後 這個就是幫你保健的 就是剛才那個第一轉 就是貼一兩轉 就是兩個周期 然後之後你的保健 有這些病徵問題的朋友 就是這三塊貼片 就是能夠幫你保持著 去不斷去排毒排毒 但是有這個痛症的朋友 你不能夠期望一個月 馬上全部都好 因為這些是一個很長時間累積的問題 所以你是需要一個長時間去貼 有些人兩個月 有些人三個月 甚至乎有些人貼半年 才有很大的改善 或者你會看到皮膚是收乾水的 一定你的傷口會少了 但是你說完全沒有了 我們就不敢說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身體的狀況不同 好了 接下來就有請我們今天的見證分享嘉賓 Steven 就跟我們分享 Steven 他現在已經是我們Liveway的資深董事 剛剛升了職 上個星期 另外他本身的職業 他是2001年 在中文大學畢業 是計算機工程系的 而2006年開始 他就發展健康相關的事業 至到現在 他是2021年 6月16日開始使用Liveway的 有請Steven Hello Suzanna Hello Hello 大家好 聽到我 聽到 我先焦點你 好 我交個時間給你了 我靜音自己了 謝謝Suzanna 很開心 Suzanna邀請我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想先去第一幅圖 是的 其實 我也先講一講 其實我自己用Liveway的產品 第一個產品當然就是X39 我6月16日開始用的 其實開始用的時候已經有不同的反應 一會兒分享 而其中一個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都很神奇的一個效果 就是大家看到圖中 這個我腳踭的位置 希望大家已經吃了飯 這個位置有一個應該都是一些濕疹或者真菌感染的情況 其實這個情況呢 起碼超過十年了 真的 因為由我 我想差不多出來工作好幾年之後 開始有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本身我自己比較大汗 當時就經常要出出入入 那些汗可能是因為噴住了 所以就有這個情況 但是呢 又不是很嚴重 所以也都沒有特別好大影響自己的生活 所以也沒有特別好去處理 反反覆覆 有時候會嚴重一點點 或者有時候會連續幾天都很癢 那樣 我記得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開始就想 不如試試將我X39 早上用完貼在大早月之後 就貼在這個位置附近 那大家看到左邊的圖 8月7日我就開始 開始就會將每一日用完的X39 回到家的時候 就貼在這個位置附近 那當時大家看到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損了、紅了 或者比較是凸出來的情況 那但是呢 真是很神奇 就是當我開始貼在這個位置附近 已經很明顯自己感覺到 是那個痕 經常痕的情況已經很大改善了 有時候晚上痕痕 自己痕痕了 而去到今天 剛剛今天 就是剛才拍的情況給大家看 那 還有呢 我其實都不是說 真的每一晚都一定是貼在 那個X39 在這個附近的 是我想隔一晚兩晚都會貼下去 那而 真是很明顯呢 痕的情況改善了 還有呢 因為沒有了痕 所以也都不會去拗它 那變成就 看到它那個修復的情況都快了很多 那就希望接下來可以 簡直是美麗了 那而我都分享一下 一開始我用X39的一些見證 那其實我本身呢 因為06年開始就是 去做一些關於健康那方面的業務 那所以呢 都沒有 已經沒有去再用藥物去做治療 而本身身體都 就是我自己覺得都是不錯的 那 而在用X39開始的時候 最大的反應就是 頭幾天真的去多了廁所 是趕大便 那我相信它是 幫助我去 把身體的腸裡面一些縮便排走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貼在那個肚臍下面 那個丹田的位置 那跟著呢 還有頭幾天都覺得 比較有些累 是不同的平時那種累 是真的說是 去到晚上10點已經覺得 真的要睡覺了 那一種 而我回看 原來就是因為 都有一些酸性體質的情況 而過了那頭幾天 特別眼睡 特別累的情況之後 那就 反而真的覺得 之後那個人的狀態精神 更加比以前更加好了 還有就 用了在肚臍下 一個星期左右之後呢 那我開始就試一下 不如貼一下大追悅 又發覺有一個很神奇的效果 就是 它很快地改善了 我頭倉的問題 本身我自己也有少少頭倉 有好幾年 但是 又是因為不太嚴重 也沒有怎樣影響到生活 還有我也沒有特別 覺得可以怎樣去處理 所以又沒有特別去處理 而呢 當我一開始貼在大追悅的時候 把X39 那我就發覺 是 即頭貼了那第一、二日 已經很明顯 摸到那個頭倉 很多開始結焦 而去到第三、四日開始 那些結焦就脫出來了 那去到大概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是九成半都沒有了 那這個真的非常神奇 而且它改善了我肩頸緊的問題 以前是很緊的 如果說以前是八度的話 現在大概其實推到兩、三度左右 好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見證 那其實再麻煩下一版 那另外呢 其實我太太呢 都 她用的產品都有很好的見證 其中呢 就是 現在大家圖中看到了 就是呢 我太太的腳 她都有一點點植物福章的問題 那在六月中她開始用了 而她六月三十日呢 就拍了一幅相 即是 是應該左 我不知道左腳還是右腳 那就是 大家看到左邊的位置 那幅呢 六月三十日拍的那幅呢 就看到是 比較深色一點 那個植物福章 而呢 去到九月一日呢 剛剛剛剛拍的 就已經淺色了很多 那還有呢 她用這個活麗貼都用得非常之好 那其實她也都介紹了 她是很自然的 就已經 她都不用怎麼說話 就已經可以介紹到 人用這個活麗 因為為什麼呢 真是那些人見到她 那些皮膚呢 是再明顯漂亮 她本身自己都很 很勤力保養的 即是我也很佩服她的 真是非常之勤力 那因為她也是做美容的行業 那也都經常試不同產品 開頭呢 去試個活麗的時候呢 其實我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這個想法 我自己就覺得 都未必會很大 不同的反應 因為本身 就是那個效果 因為她本身的皮膚 都真的保養得不錯 但是呢 用了兩至三天之後 她自己跟我說 就是很明顯覺得 那個皮膚是強硬的 那這個是我太太的分享 然後可以麻煩下一版 然後呢 現在我就很想邀請其中 我的一個會員 她是叫Conny 我希望可以 麻煩她開一開個麥克風 其實在Conny身上 都有很好的一個見證 其實我記得第一次見你的時候呢 因為是由Helen介紹 那在荃灣那邊跟你見面的時候呢 那在荃灣那邊跟你見面的時候呢 你是和我說了 就是說 你本身呢 是 都有很多年有血壓高的問題 是的 因為血壓高 起碼都有六至八年 差不多的時間 那血壓就只有上升 就沒有下降的 因為我沒有吃西藥 那因為醫生就每次見我 都要加藥的 加到要吃六粒的西藥 那當然我堅持就不吃 那我又沒有理會她 但是也尋求很多不同方法去醫的 因為可能我曾針灸過 又做很多不同的 可能吃很多不同的食物 都會試過 但是可能好了一點 然後轉頭又是上回來 都達不到我想要的要求 那我又 這個血壓又不是影響得太大 我悶不舒服 那方面又不是太大的影響 那後期真是很開心 就認識到Helen和你 Steven 突然間有這個貼 那我就儘管試一下 想不到都很快 我貼了都是一個禮拜 鬆一點而已 就有這樣的效果 是的 其實第一次我記得 你跟我說 你是長期維持著 在200 就是上壓在200度左右 我都嚇了一條 但是見你又 就是很正正常常的 而我也是 聽到你說 就是用了一個禮拜之後 你的血壓已經可以去到 160度以下 那大家在這個圖上 圖中也看到了 左邊就是 因為 因為他始終有血壓高 他每一天都會量度自己的血壓 那未用這個Live Wave X39之前 是真的超過200度的 而去到大概用了一個禮拜 已經是落到160度以下 那我覺得真的非常之 所以你告訴我 我也覺得很開心 還有我想問一下 Cony你是 一開始不是用X39 還是加上機態 因為我知道 你用了機態去做的 是啊 因為我都問了你們的意見 那你們就說 最好就用了機態 對心臟好的 那我本身心臟都有一些 應該是那些血管實 那本身我血管都很幼 那可能相對之下 就要用了機態 那還有SP6 我用了三樣東西 加上X39 就用了三個貼的 哦 應該是三款一起用的 是啊 是啊 沒錯 那用了一個星期之後 就已經是 去到一個比較好的度數 還有我其實剛剛 都和你再問過你 那聽你說 就是前幾天再量度的時候 發覺又再靚了 那個血壓 是啊 再去到140 140以下都有 就是它去到134至140 變成我今天剛剛 下班回來的時候 我都去到143的 那我也覺得 都很開心 真的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還有另外我知道 你除了血壓之外 還是以前都經常有頭痛問題 是啊 是啊 頭痛呢 其實都困擾了我 都起碼十幾年 那我吃 都一痛 我就吃Panadol 就要重製量 就吃兩顆的 打媽吃 因為我做開跑數的人 那我就月尾 一不夠數 又要吃藥 月頭鬆了 兩天 之後又要跑數 又吃藥 其實差不多每天都要吃藥 後期我都沒有遺疑 原來貼貼一下 這個主力是想 降低血壓的 而且是 心口痛的問題 那再貼多一個星期之後 咦 為什麼有一天 頭痛得很厲害 痛了兩天 啊 什麼事呢 轟爆頭 轟轟轟轟的 糟了 那什麼事 我是不是要吃藥呢 然後後來 因為我是不吃藥的人 那我堅持都不吃 怎知道 痛完兩天之後 那頭鬆了 是 好像 做了爆破 那樣 直接是 頭有一塊東西 直接鬆了 那樣 不知為什麼 感覺是這樣 之後就沒有痛了 對 鬆了 還有我聽你說 本身 偶爾也有頭痛問題 但是經歷過那個爆破之後 那 就 直接現在是沒有頭痛的問題 沒有啦 是啊 因為我現在還是在看數 但是就已經沒有這些問題的出現 OK 是 非常之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需要 數不太好 要跑的時候 你試試加上EON 可以減壓的 OK 我明白 另外呢 我知道你還有就是說 你二十年前生小朋友的時候 當時打了一支 叫做 免痛的 陰神針 就是 毛痛分娩 毛痛分娩 那 之後聽你說 就是 打了之後 就保持著 打針的位置 都痛 好嗎 是啊 因為在尾龍骨那裏打了一支針 就剛剛二十年前 剛剛開始起的 就是這支針 那醫生 就捉了我簽名 就說 你一定要做的了 無痛分娩 那打了一支針在尾龍骨 如果打歪了 打得不好 其實就是下半身會癱症的 那我想 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 但是 幸好我也很感恩 醫生都打得很好 沒有癱症 但是 可能是 這些 是舊患 久不久就會痛的了 我這二十年裏面 其實久不久 尾龍骨就很冤 很累很痛 那我就 我覺得已經是習慣了 那有一次 就 睡 臨睡 調完活禮之後 打算睡 怎知道尾龍骨突然又是 突然又是 突然又是很痛 好像被咬的樣子 咬咬咬咬咬 咬完一大量之後 咬十分鐘而已 那我就這樣 那個 männ否仍然會咬咬咬咬咬 雪轄 咬咬咬咬咬咬,無 보�圓 那台下午便明明明明明明 不是人會咬咬咬咬咬 如果一場疫情就解決不了 我也是今天才聽到你這個分享 另外還有眼瘡 我剛才聽你說的 最近好像剛才阿楊娜說的 吞一些東西出來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眼瘡因為我做過割過眼瘡 有割過藥膏 又要割過 始終眼都十幾年了 割了之後 其實我眼都保持著眼很癢的 好像初時有些眼瘡 經常搓去搓雞蛋又不行 放戒指去搓眼又不行 經常都癢的 搓到眼都抹皮了 誰不知又是上個星期左右的事 突然間就以為有些眼瘡掉了 就有東西刺著刺著 就好像有節奏的 刺下刺下刺 刺了你左眼一天 然後就刺了它 又要看它 要不要看眼科醫生呢 又沒事 怎料到第二天又輪到另一隻眼 糟了 為何左去到右呢 又刺了一天 然後我沒有滴眼藥水 什麼都沒有 我只用清水洗一下它就算了 到刺完兩天之後 眼睛出了很多黏的物體出來 就是眼膠 滲了出來 不斷流眼水 滲了出來 然後就抹抹抹抹抹抹 之後 這個禮拜裏面 這件事出現之後 我少了眼 不知不覺 原來我是沒有抹抹抹抹抹 原來這個習慣我是沒有了 小痕了 是的 小痕了 已經完全沒有抹抹抹抹 我忘記了原來我沒有抹抹抹抹抹 以前是很密的 抹抹抹得很密的 所以我也很開心 眼睛都已經搞定了 又治好了 我知道你剛才也有跟我說 開始又處理腳的問題 希望下一次我再聽到你腳又可以修復 因為知道你說之前曾經是碎了骨 是的 很多病 我應該要做全身排毒 應該好像剛才說的 我要全身排毒 要做一次 好的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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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再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會員的分享 其中一位叫Orianna的朋友 其實我也很開心 其實一開始 很早的時候 我一加入了就已經有跟他分享 他都很二話不說 立即去相信我的使用 然後我聽她說 原來她一開始用的時候 她是用X39加上機態 她發覺她有一年多的手痛的問題 加上50肩、背痛的問題 她大概用了一個星期的X39加機態 已經很明顯地改善了 她就跟我說現在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了那種痛的問題 而且以前痛的時候 連有時候拿一隻杯都拿不起來 但現在她已經很輕鬆 可以拿起一隻杯 這樣就很開心 而且她用了這個X39加上 大概用了兩個星期 就已經減了兩公斤 因為她發覺她說 是很明顯用了X39加上 所以她可以減到磅 加上就是說原來她 她說很多年了 有一個香港腳和灰甲問題 是在她有一隻腳的腳趾 一隻腳的腳趾那裡 她就試用了這個EON 用EON貼了一個腳趾巾的位置 她說大概三天時間 就已經很快 那個香港腳的皮膚問題 以及灰甲都已經很明顯地改善了 加上最前一陣子 剛剛她說吃了很多煎炸的東西 跟著她又用這個貼片 貼了在那個手肘位 大家看到右手邊有幅圖 就是她試用這個X39貼了在手臂的位置 她就說發覺 一開始都沒有想著可以幫到手 她在耳朵生了一顆瘡 但是她說貼了X39這個位置 就很快明顯地改善了她的瘡的問題 好 跟著麻煩下一版 跟著最後跟大家分享 Teki的分享 Teki她先生 剛剛前一陣子就不小心咬柴 跟著都很嚴重 就直接入了急症去看 醫生就說其實她是那個筋膜撕裂 咬柴導致筋膜撕裂 那一開始Teki她都想 咦 怎麼算好呢 尤其是她剛剛咬柴那一天 她是… 即她先生咬柴那一天 她是未去看醫生的 那跟著呢 發覺她咬柴之後 第二天就是她先生發爛了 有發爛的情況 跟著Teki就說 不如試一下這個 用這個X39加EON 她就X39幫她先生貼大追悅 跟著加上EON 就貼回咬柴的位置 發覺她就說 第二天很明顯 她先生已經告訴她 痛和發炎都改善了 還有Teki跟她說 本來她先生 都不太相信這方面的產品 她用了之後 反而就問回Teki 即她看看 還可以貼什麼位置 可以幫到手 所以其實EON 對於消炎 減少痛症的功效 真的很明顯 還有Teki 對啦 麻煩下一版 Teki她說 以前也有網球手的問題 最近又開始翻法 她開始試貼EON 貼在那個大追悅 也不是那麼明顯的效果 但是她試一下 不如直接把EON 貼在那個 現在大家看到 途中的手臂位 這個位置 她說是很明顯 立即 那個痛症減少了一半 還有她馬上 跟著Suzana教 就是喝多點水 是很明顯減少了痛症 然後第二天 她又是再貼在這個位置 她說簡直是已經明顯減少到到七八成了 剩下兩成左右的痛症 那今天她是她的第三天 跟著之後再繼續貼 希望她可以很快去改善到她網球手的問題了 好 還有下一版的 是不是呢 如果沒有的就是 另外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我一個會員 就是我太太的一個朋友 對了 謝謝 大家在畫面都看到 其實她用回文字去WhatsApp 傳給我 她就說 她的先生 在7月19日開始用X39 她說她先生用了X39之後 她的皮膚明顯白了很多 我相信X39也幫了她排毒 皮膚又白了 她額頭的細紋也少了 很明顯整個皮膚都光滑了 還有她的先生本身頸位置 有顆大概好像芝麻那樣大的油 她說貼了X39一個星期 那顆油就慢慢變了一顆再小一點的小暗瘡 最後她自己爆破 爆了 然後現在平滑了 所以她自己也覺得很神奇 而她自己本人 她說她在肚子上有一條9cm凸出來的疤痕 她貼了X39加活例 她說那個疤痕修復得很好 原本比較深色的 現在已經淡了 而且已經沒有那麼凸起了 平滑了很多 所以其實她很開心之外 我和太太都很開心 因為其實有時候 已經這麼說了 其實真的最開心 不是說介不介紹產品給朋友 是介紹了她們 她們用到之後 是真的有個很好的效果的時候 都替她們開心 自己都很開心的 因為也可以幫到很多人手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那我交時間給Suzanna 再次多謝Suzanna 謝謝 好 讓我分享一下畫面 好多謝Steven 跟我們的分享 以及她們的會員 跟我們的分享 其實這個貼片 令到我們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 無限可能 無限前輪 我們也透過我們使用的用家 一個一個去見證出來 我們最開心不是我們 賣了多少產品 就是真的最開心的是 見證別人的痛症 身體的改善 還有那種裡面的喜悅 是真的令到我們 是很有動力 去再做多些 去想和別人分享 Connie剛才說的那個 毛痛分娩 我都有打過 那支針是非常粗的 我當時打下去之後 我的腳馬上不能動 幸好醫生知道 那個位子歪了 因為是會半身不水的 然後就馬上拿了針 之後出來再插 我也是很慶幸 沒有事沒有幹 但其實現在的醫藥 有時候真的不穩定 真的有很多後遺症 是我們去接受的時候 是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麼結果 一個貼片的科技 只是貼一下 只是喝多一點水 吃得健康一點 那就可以改善了很多 身體的情況的話 其實是值得真的出去分享 也都因為這樣 也都推動到我 其實我和大家一樣 都只不過是一個用家開始 是一個分銷商 拉尾公司沒有出糧給我的 而為什麼我會這麼積極 去看這麼多資料 這麼多研究 每個星期和大家去分享 我那個星期看了的東西 原因是我發現 當我們越認識得多 我們越知道得多 我們越明白得多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幫助到更多的朋友 令到他們改善痛症 令到我們自己的家人 健康了 我們自己健康了 那這個是我覺得 是很有價值的東西 那我也是每一個星期 都要去鑽研一個題目 和去找很多的資料 那接下來呢 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月開始 9月和10月 是會有一個新的Zoom安排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 就是因為我們人數現在越來越多 甚至乎有些朋友想學習去經營這個工作 或者有些認真了解的客人 你們想認識多些 我們想把它分開分類 也都讓我們每一個朋友 我們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每個月 會舉辦一次實體的體驗班 那我們有人數上限的 最多是30人 那我們就會跟大家分享公司的背景 公司的資訊 會有一個交流給大家 帶一些的新朋友來去體驗貼片 和了解我們的產品 那我們的地點 會在我們的其中一個場地 叫做Aman Kitchen 在旺角的唐尾道 很近地鐵站 下5、6分鐘而已 那我們會有一個報名費30元 因為我們要有場地的清潔 那我們會提供少少的飲品給大家 那另外 就是我們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每個月 那所有香港 我《無藥世界》團隊下面 所有經理級都可以參加的 那我們就很想 栽培一班已經達到經理級的朋友 去大家一起分享 怎樣去再把我們的團隊 可以一步一步一步照顧得他們更加好 讓我們的訊息最正確的資訊 能夠傳達到給下面的 新加入的朋友 和你介紹來使用產品的朋友 不一定是做生意 是我們要傳達一個最正確的資訊 和也讓我們的朋友 是可以了解 最快的時間去了解 因為只有我一個 和這麼多人分享 是很困難去控制 和我們現在的Telegram 我們盡量回答問題 我們去到九點鐘之後 我們都需要休息 那我們就不回答 如果有些問題已經重複了 都希望朋友可以 在我們的後台系統裡 看回資料 尤其是新加入的朋友 因為後台有媒體 有影片已經全部都在那裡 另外就是每個月的星期 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六 我們就會有一個 產品和商業的機會日 那天就會在星期六的下午三點鐘 給一些想了解產品 和想了解這個生意 我們會簡單的介紹 就是一些新朋友的 我們就幫大家去做一個產品和介紹 希望你們帶來的朋友 能夠明白多一點 那這一天就是我們公開的 那就是我們也會找一些 不同的經理級以上的朋友 去負責這個產品和生意的介紹 那就是每個月 第二個星期六的三點鐘 那另外還有一天 我們就是放在第三個星期二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二 就是我們的BOD日子 那那天就會是晚上舉辦的 一個月兩次了 那另外每個月的星期 第二個和第四個星期一 我們就會有個內部培訓 內部培訓就是歡迎所有 就是我們分銷商的朋友去參與 就是你們用分銷商入會的朋友 你們可以透過介紹產品給朋友 而賺取你們的獎金 如果你們有興趣了解 怎樣經營的話 我們就是每個月的 第二個和第四個星期一 就是我們的業務會議 那你們是歡迎參加 逢星期一我是八點半開始的 那因為我澳洲時間和香港 接下來下個月會相差三個小時 那所以你們的九點 其實我已經是十二點的了 那所以我星期一 我想早一點 如果不是我一個禮拜 就會拆足很多晚上 很凌晨的了 那而呢 我們逢星期三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一 就是管理層會議 那我們這一個 就是給我們核心的團隊去參與的 那逢星期三的產品健康專題講座 會保持都是九點鐘 那我們的討告醫治群組 也都是在星期四的九點鐘 繼續進行的 那而我們呢 也都是開始有些講英文的朋友 或者他們主要語言 是用英文溝通的話 那我們就是會安排在星期五 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五 我們有產品介紹的會議 另外呢 第三個星期五 就會有一個team building 會有不同的內容 給一個英文的 就是用英文去表達的朋友去參與的 而英文呢 我們有一個國際的團隊 逢星期日 上午八點鐘 香港時間呢 都有個 global team 的 meeting 那所以呢 我就不會再特別去開一個英文的群組 就逐個禮拜講 那我們會反而就是 集中講一些的內容 那希望大家了解 那這個呢 也是個時間表 希望大家呢 簡單點可以capture了這個圖片 那我稍後都可能放出來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你們也都明白呢 那個時間在哪裏呢 那你們就可以 透過這個時間表 你可以邀請你身邊的朋友 去參與 究竟他們是自己用家 去了解多些 還是他們真的想發展業務 不知道怎樣開始的 那我們想集中 由我們一些的領導團隊呢 去幫忙去安排的 那Steven 都會是其中一位 那他和我一起呢 去想這個內容的 那也都會有 十月份呢 就是這個了 那大家可以capture 這個內容 希望我們呢 就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加了解Lineway的產品 和Lineway的一個事業的 那而最後呢 那我就講解一下 明天我們就會有 討告Easy群組了 那記得啦 我們呢 就剛剛轉回了 那些meeting的ID 因為之前原來我們有些 撞了 那我們已經改回了 meeting ID 那我們接下來會 傳回那條連結出來呢 就逢星期三的連結 是不會變 逢星期四的連結 都不會變的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用回 同一條連結去登入的 那而呢 我星期五呢 今個星期五晚上 那我們有個英文的講解 生意和產品 那就會是香港時間的六點鐘 那我澳洲時間就是八點鐘的 那如果你們有些 是講英文的朋友 可以歡迎他們 進來去了解多些的 那而呢 那接下來的星期日 香港時間早上八點鐘 那這個呢 因為是全球的會議 他們用美國時間 那就是美國的夜晚 那個黃昏時間的 那香港時間就是八點鐘 那我呢 都是被邀請的嘉賓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的講解 就是降細胞 那也都是分享我成功之路 那個journey的 那我是唯一一個用兩個月 已經能夠上到總裁級別 那都會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做得這麼快 也都可以這麼成功 這麼短時間去建立的 那有其他不同的領袖 也都會是分享他們的 使用守則 也都會有些醫生在當中的 好了 那我們呢 尖沙咀 中港城 這個地址 那其實我們就是 支持我們團隊裡面一些的查詢 那如果你們本身呢 是有任何查詢 可以直接向你們的介紹人 先了解 那才再到我們公司的 那如果你們要過來的時候呢 麻煩你們做一個預約 先Whatsapp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去問的 今天內容清不清楚呢 清楚啊 非常清楚 今天應該會再簡單一點 有圖片 那接下來我和Vivian 蜜羅緊股 這樣去製作一些貼片的配對 的資料 應該這一兩天我們都可以 出道給大家的 那就完全都是想幫助大家 解決那些什麼病什麼病 就不用再問灰甲貼邊 心臟貼邊 什麼貼邊 真是一份資料 你們自己慢慢看 那我們就可以減省減輕 我們大家再問這個問題的壓力 因為始終呢 我們其實重複的問題 我們答過很多次 那我們還有一些貼片貼邊呢 我剛才也給了一條片給大家看 其實它貼了在身體裏呢 就會製造到一個頻率反射 那所以其實貼片呢 有一些的位置 是最多人有反應 所以其實大家 好像有些朋友說 我把醫療貼在我受傷的位置旁邊 行不行 或者我發現的位置行不行 是行的 因為它那個發現位置 它是用一個頻率去做的 但是有建議的位置 是最多人有效 那如果你今天試了不行 明天就轉去第二個位置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會不會說沒有效果 因為它當你貼在你的身體裏 就會啟動你那個物質 它那個生物訊息 最主要我們用一個生物訊息 去運作 所以變成大家不用擔心 會不會貼錯的 大約可以了 有些人直接說 我找一把鑑仔 讀一讀 糟糕 什麼叫做彈中月 那我上個星期用完這些月位 有些朋友會混亂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不需要擔心的大約 差不多的位置就可以了 今天條片 我會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上載 上去我們YouTube Channel Lightweight 無約世界 大家歡迎在上面再去看 Vinnie 希望你到時可以從頭看回 這樣 好 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呢 如果沒有 我們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現在我這裡就12點9了 咦 有阿馮先生 不是阿馮小姐 Annes 對了 你開咪問問題 Annes 是 是 是 我想問 如果是 腳筋 就是那個 半月板 撕裂了 那 那個筋 就是拉傷了 那這些 有沒有貼 其實呢 貼片 是啟動你身體 的治癒系統 加速你自己的細胞 去修復 剛才你也有聽阿Conny的分享 他連20年前的問題 病患都一步一步修復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身體的幹細胞去醫那個位置 不是去醫 是去提升了我們自己身體那個免疫系統 和我們的細胞的活躍程度 令到他走去找到我們不同的問題 然後去改善 但是他會不會一貼了之後 去找你的半月板去處理呢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們跟他溝通不到 但是當他提升了之後 我們大家都會經歷就是 一塊一塊一塊處理 逐樣逐樣處理 還有他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你會有修復反應 就會是痛了 突然間那個位置 無端端腫了 痛了 或者有動動的情況 或者皮膚泛紅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就說大家要觀察自己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紅和腫 就是要加醫藥 就不要吃止痛藥 因為當你吃了止痛藥 它就抑制了你的免疫系統 即是說你會擊退了自己的軍隊 那就是貼那個X39在膝蓋附近 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喝水貼貼片 吃得健康 還有如果有發炎就加醫藥 好的 我想問多一個就是小便出血呢? 如果你小便出血 是不是現在一直都有出血 有沒有驗過膀胱有沒有問題? 鼻尿系統有沒有問題? 驗緊 那你呢 如果小便出血 通常就是跟你 第一 你喝水不夠都會有炎症 都會是小便發炎出血的 所以呢 你首先要勁喝多水 可能你要別人喝三公升 你要灌自己喝夠四公升 因為當你有療症 有得去 你才能夠把那個驗症排走 是 因為我問那個是男士來的 那他就驗了這個尿道沒有問題的 不過就是CT scan 膀胱就沒有出報告的意思 嗯 嗯 那都是那一句 你叫他用EON 因為一定有驗症的了 他如果有血水出 那就有驗症的問題 那另外就加X39 哦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 EON貼大J X39貼在單田 近器官位置 是的 那你就又是一樣 勁多水 要喝勁多水 另外呢 身體驗症呢 都跟飲食有關係 但是有沒有吃肥膩煎炸 那些要戒一下口 在這個時候 嗯嗯 OK 明白明白 謝謝 不用客氣 好 有沒有其他會員有問題 如果沒有呢 那我就撤退了 今天 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 今個星期五有英文單 星期日早上又有 明天又有 醫治討告群組 歡迎大家隨時加入 多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我早休息一下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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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